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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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学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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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同学请放掌 同学应该知道 今天是我们怎么样呢 弥陀耀姐的最后一堂课 所以我们同学今天来上课 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很欢喜 能够让我们这一堂课能够很圆满的 这样子把它完整的结束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进行我们的 那个就是最后的这样子的 那个所谓的一门课的最后一堂 那还是一样 我们其实以往最后一堂 其实我们大概都分时间 分两大门课 两大节课对不对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把它分成两节 然后原则上其实就上到 就是我们的弥陀耀节 全部都结束的时候下课 那如果说时间来不及的话 上到已经是十点半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时间稍微挺一下 让同学休息一下 之后再往下进行 再往下进行 所以这当中呢 如果说同学觉得说需要去洗手间的 可以自己去 都不用客气 因为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些 所以就请同学稍微耐心一下 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课程 能够把它圆满结束 那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到底上了什么 还是一样是这张图 这张图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是延续我们流通分 有没有 就是东西南北六方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进行 然后对照我们的课本是第几页呢 就是第106页开始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进行的课程 对不对 而其实上个礼拜进行的课程 我会觉得以学佛者而言 我会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补充的部分其实是 包括什么呢 因为我们谈到佛种从缘起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谈到缘起的内容 而上个礼拜所谈的那四个缘起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或者有没有印象 或者有没有概念 因为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那个 学佛佛弟子的正知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缘起的概念 缘起的概念 不管说是那个夜感缘起 然后阿赖也或者是如来藏 或者是我们其实最原顿的法界缘起 都很值得深一步的进一步的去怎么样 去认识跟了解 认识跟了解 这是从106页一直到什么呢 100那个所谓的08页的第一行 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补充 而这个内容补充 其实也是我们上个礼拜当中 其实占了满大部分的内容 在里面当中的一个所谓的进行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头影片 其实上个礼拜的一个进行内容 其实都还没有到丁二 就是在108页之前 其实是在丁二之前 的那个偶一字序 大师所做的一个内容陈述 而丁二开始呢 其实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上个礼拜进入经文当中的内容 那同学可以对照课本 就是108页的 那个所谓的大字的经文 对不对 而呢 以头影片我们这张图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所进行的 有两大经文内容就是丁二 真是经题 还有呢 劝怨流通 劝怨流通 这两大部分 这两大部分 而今天呢 我们所要进行的 其实是劝行流通 也说其实在普劝的时候 其实有劝信、劝怨跟劝行 对不对 所以今天其实是进行到 劝行流通的这个地方 而这边呢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 就是有关 这两大的一个经文内容当中 其实那个 我们其实重点 其实 以课本的一个所谓的对照的时候 不难看出我们在进行 这一个所谓的经文内容的时候 不难看出那个重点 因为其实偶一秩序大师在做 经文解释的时候 大概其实都已经把 那个所谓的重点怎么样 放在里面 让我们去知道了 像比如说丁二的部分呢 在文当中 其实我们就有谈到 诸佛护念的这种护念 它的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 有什么呢 局限的意思跟通意 跟通意 就是有广的跟窄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而众生可以怎么样 得不退转的这样子的一个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如果同学回去有看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不会陌生 不会陌生 我是稍微提一下 稍微提一下 而呢 劝愿流通的部分呢 其实会怎么样 会比较精彩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什么呢 故事的部分 因为其实就是跟我们讲 我们说婆世界在这边怎么样 信愿行念佛的时候 就可以感召什么呢 极乐世界的什么呢 莲花怎么样 就已经开始有什么呢 已经开始在开了 对不对 所以莲花开的状况 跟我们的念佛的状况 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我们举那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那个典故的时候 我相信同学是有印象的 因为故事会比较印象深刻 比较印象深刻 此外呢 其实我上个礼拜 其实会补充比较多的什么呢 智者大师的实疑论 实疑论 说真的其实以那个所谓的 智者大师的实疑论 做这边内容的补充 会怎么样 会比较深 因为实疑论 其实他的内容 的难度 不亚于 偶一秩序大师的 但是他的一个重点 其实又提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像什么呢 像那个所谓的 有人就很不以为然 为什么实念怎么样 可以往生 我觉得智者大师 就回答的非常好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所说的 就是什么呢 在心 在远 跟什么呢 在决定 不错 还记得 在心 在远 跟在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时一虚 心是一时一虚 因为念佛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们平常的虚妄怎么样 是决然不一样的 念佛是什么呢 跟我们佛的诸法实相相应 然后缘呢 缘是什么 缘清净真实 决定是决定什么呢 因为实念往生 那实念是什么呢 是没有间断的 这个才叫做实念 不是你以实念的功夫 就要往生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是上个礼拜 其实我特别提出来的 补充的这一个智者大师的 这个内容 让同学稍微回顾一下 当然补充的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为什么要那个所谓的艳离 有没有 然后为什么要星球 这个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 艳离的春跟星球的贪爱 差别在哪边 我觉得那个 维者大师其实就怎么样 讲得非常非常之好 那那个也是一样是一种补充 也是一种补充 那同学不妨可以稍微 做一点点思维跟思考 这个对我们念佛或者是学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帮助 是很深的很深的 好那我们大概上个礼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直接进行到什么呢 劝行流通的这个部分 劝行流通的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配合我们的课本第几页呢 113 113就是进入到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经文的部分 诸佛转读的这个地方 那同学就是以那个113的课本这样子对着看 那我们可以看 摄立佛如我经者 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这边同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头影片上的这一个部分 我画了称赞诸佛把它画起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诸佛这两个字同学一定会觉得说 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六方诸佛 称赞诸佛不可思议的功德 但是同学仔细去思考 其实我们所称赞的佛的功德其实是什么 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依报跟正报的功德 所以这里的诸佛你说 如果说是六方诸佛的功德 其实也不可以说完全不对 但是如果对照玄奘大师 其实也有这个 他所说的诸佛其实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诸呢 其实以中文来讲就是一种所谓的指称 这的意思 这尊佛 这尊佛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底下同学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诸佛其实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就是法界葬身 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 所以称赞诸佛也不可以说不对 然后呢 第二种呢 其实就是释迦佛所 什么呢 所叙述的六方佛 叙述的六方佛 这边呢 就稍微跟同学做一点的一个所谓的解释 做一点的解释 而这个不思议功德呢 其实我相信同学已经是非常有什么呢 有理解力了 就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报 跟阿弥陀佛正报的这一个庄严不可思议 庄严不可思议 而不可思议当然就是不可以用语言 心意识来做一个推论跟想象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不可思议功德 那这样子的一个称赞呢 不只是所谓的世尊的三十二项 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 好底下我们来看 彼诸佛等 那这些佛呢 十方佛或者是六方佛 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 我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那怎么称赞呢 耳座誓言 释迦牟尼佛呢 能为甚难稀有之事 能以娑婆国土五足二事 然后杰拓 见拓 烦恼拓 众生拓 跟命拓当中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乃性之法 这一段呢 同学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标一跟二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呢 这一个所谓的圣难稀有之事呢 其实就是有两件事情 释迦佛呢 在十方诸佛来看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稀有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五足二事当中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世界当中 五足世界当中 还可以说这么所谓的 男性之法 这个叫做什么呢 圣身稀有之事 圣难稀有之事 就是有这两件事情 是诸佛怎么样 所称赞的 所称赞的 而这个这两件事情 都是怎么样 都是不可思议的 都是不可思议的困难 好底下我们来看 那那个就是偶一之事 大师当然就是会为 这一段经文做解释 为这一段经文做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 诸佛功德智慧呢 虽然是平等 但是呢 施化有难易 就是其实在诸佛在教导 化导众生的时候呢 那个法怎么样 有难有难的 有什么呢 有容易的 那为什么会有难有容易 不是都容易就好了吗 错了 当然这个难易是根据什么呢 众生而言 有的众生怎么样 太容易他不会去接受的 我相信在座有些同学就是如此 太容易我不接受 然后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众生 当然就会有怎么样 不同的方法去 作为一个所谓的施化教导 那净土呢 跟卓氏 他的差别在哪边 好 度化众生的所谓的差别跟方法跟程度 在哪边呢 净土 成就菩提容易 而呢 卓氏 难 卓氏难 成就菩提容易 当然是什么呢 因为在净土怎么样 那个众生根气很利啊 对不对 所以很快成就菩提 那卓氏呢 众生根顿嘛 对不对 而且祸障 业障都很重 为净土众生 说法容易 为卓氏呢 说为卓氏的众生说法难 为卓氏众生说法难 为卓氏众生说剑法容易 然后说呢 顿法难 当然啦 这个卓氏的众生 其实什么是剑法 什么是顿法 同学知道吗 像剑法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像五戒十善 然后四地十二因缘 这个就是剑法 同学听到不要 不要小看这些剑法 因为这些剑法也是一样是很殊胜难得的 那什么是顿法呢 顿法就是我们所了解的 大圣元顿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这个叫做顿法 这个就是我们在卓氏众生 其实在谈到五戒十善四地十二因缘的时候 比较容易去接受 比较容易去接受 而大圣元顿之法 其实必须要怎么样 学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办法去理解 什么是大圣元顿之法 圣而了解他的元顿 以及殊胜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在哪一个地方 那原则上其实都是万法不出一心 这个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不同的一个法门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一个所谓的净土跟卓氏 有这个难易之分呢 在那个所谓的主事当中呢 其实把他怎么样说有十件事情的一个难易 同学呢不妨看一下头影片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净土跟卓氏 他的一个所谓的难易之处 依照这十种 大概来稍微辨明一下 他的一个所谓的差别是在哪一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净土的一个殊胜处 我们看净土呢可以常常见佛对不对 卓氏呢不常见佛 所以呢成就佛道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那当然其实能够亲近佛的一个教导 能到能够得到佛的亲自指导 那当然其实那个所谓的成就法 决定是怎么样 比较快的 比较快的 第二种呢 净土常常文法 常常听法 不管说是哪一个地方 鸟也会说法 风有没有树啊 任何的声音 其实都会以法音的方式呈现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其实因为听法 所以能够怎么样 悟法就快 卓氏没有啊 我们在卓氏其实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其实能够起信 能够深入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机缘 怎么样 很殊胜难得 不常文法 所以其实怎么样 就悟法就比较困难 第三个 净土诸善聚会 有没有 在净土的时候都是诸善善人 在卓氏有恶友怎么样 千禅 恶友千禅 所以那个恶友千禅 跟自己的业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第四个呢 净土呢 无有谋士 无有谋士 那卓氏呢 是什么呢 群谋恼乱 群谋恼乱 同学可能 有一些同学可能不知道 当其实你想要怎么样 你想要出家 或是想要怎么样 发菩提心的时候 摩怎么样 就会害怕了 对不对 所以当摩害怕的时候 所谓的道高一尺 摩高一丈 这个就是对我们卓氏的众生所说的 所以其实在那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层层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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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卓氏的现象 但是净土没有 净土没有 所以一去的时候就怎么样 能够一生成就的原因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极乐净土在修学上 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顺利 第五个 净土不受轮回 然后卓氏呢 轮回不息 轮回不息 所以经典也不是有一句话 常常我会觉得 常常记得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轮回 用那个所谓的投出投没 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形容 同学知道投出投没吗 很像游泳的时候对不对 好像投出来 然后又沉下去 投出来又沉下去 投出是什么意思 投出的意思就是离开上二道 然后沉下去 然后再上来 沉下去再上来 所以我们离开上二道的时间 其实是一整个所谓的 无始以来的轮回来讲 是不多的 同学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 没有没有 我们看其他的一个出生到 鬼道的众生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是何其何其的 怎么样 何其何其的有上根跟福报 这个是轮回不息 轮回不息 好好的去思维一下 是怎么样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第六个 净土没有三恶道 所以故意 而卓氏 恶去难逃 二去难逃 所以故难 故难 净土圣远助道 这个苏圣的远助道 多么的苏圣 即使是鸟 即使是风 即使是树 他所吹奏的法音 都可以怎么样 帮助我们修行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苏圣因缘 所以很容易 卓氏呢 成员帐道故难 这个成员帐道不用我们讲 就我们以现在的环境来讲 手机就是一个帐道的怎么样 的一个帐道圆 帐道圆 这个是我们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地方 所以其实什么是我们的帐道 我们去非常非常清楚去了解 第八个 净土寿命无量 所以是容易 卓氏呢 寿命短促 所以怎么样 所以是很难 同学不要以为寿命短促 没什么 因为寿命短 所以修行怎么样 就中断 我有跟同学说过 你怎么样 再来一次就怎么样 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 每一次的重新再来 每一次的重新再来 那一个修行的怎么样 没有办法延续 就可以知道我们修行上的怎么样 的一个困难度 困难度 第八个 净土寿命无量故意 然后卓氏寿命短促 然后净土呢 原正不退 而呢 卓氏修行多退 进一步大概就退两步 或是退三步 那不用说 那个所谓的见到之前 或者是我们现在修行 有的人其实怕困难的 大概就是修个一天 然后休息 休息个两三天 就觉得很辛苦 很辛苦 这个是举世很多人的一个通病 很多人的通病 净土一生成佛故意 而卓氏呢 多简难成故难 我记得我举了怎么样 举了几个例子 像苏东坡 对不对 还有原则禅师 等等的这些 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借尽 这个就可以知道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五卓二世当中 修行当中 累生累绝 其实能够真正成就的 真的是不多 即使看到六属慧能大师 觉得很容易 问题是六属慧能大师 就只有这么一个 所以其实我们怎样 可以好好衡量 我们自己本身的根器 到底是到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所以有这么一个 怎么样 书生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前往 我们怎么样 何乐不为呢 这个是我们可以 好好的去仔细 好好的去思考的地方 好 底下我们来看 为呢 卓士众生说余顿法有义 说净土很超顿法有难 什么是余顿法呢 余顿法就好像我们 所跟同学所说的什么呢 禅宗 有没有 像禅宗或者是我们修学的 这一个所谓的圆顿指观 其实说这一个 其实我们 我相信同学都可以感觉到 这一个所谓的法的殊胜 那当然这个法的殊胜 真正能够去承受 以及实践的真的不多 那呢 其实说到这一个 所谓的净土能够 横超顿法有难 其实不是说这个法有难 而是说说这个法 能够让人家去信受 接受的怎么样 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太简单 然后呢 太方便 而且太怎么样 直结 可以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顿超 为呢 卓士众生说 净土横超 然后呢 顿修顿正妙观 以之不易了 然后说此 无戒取劳修正 但持名号 静吞普退 其特圣妙超出四亿 第一方便 各位难中之难 同学可以看一下头影片 中间的这一段讲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讲的都是净土法门 然后净土法门呢 在这边讲的是两种净土法门的比较 好 就是念佛法门的比较 前面的这个呢 指的是什么呢 顿修顿正的妙观 我刮胡呢 其实就是让同学知道的就是 这种妙观是什么呢 像我们跟同学介绍的四种不同念法 对不对 的那一种实相念佛跟观想念佛 这个就是属于顿正妙观 顿正顿修妙观的一种 像什么呢 像那个那个 那个慧远有没有 慧远大师 他所修的其实就是观想 或者是实相念佛 或者是天台祖师 所修的就是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但是我们今天在阿弥陀经所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持名号的 持名号呢 其实就不用怎么样 不用观想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正 所以只要持名号就可以怎么样 登得三不退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阶位 所以其特圣庙超出思义第一方便 那这样子呢 有如此方便简单的一个所谓的方法 是怎么样 更为难中之难 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 所以真正去落实的人真的是 怎样不多 同学说有啊 很多人都在念佛不是吗 但是其实没有真正怎么样 进入所谓的念佛要达到一心不退的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大概就是我一天 就是念个一千声两千声 没有达到真正的怎么样 深入的去进行 深入的去进行 就是什么呢 念佛成片啊 或者是一心不乱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深度 这样子的一个深度 所以其实大概就是在比较浅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来做一个修行 而这个背后呢 跟自己的动机有关系 就是对于所谓的往生净土 的那个窃要心 比较没那么的所谓的窃要 没那么的窃要 这个是我们必须去醒世的地方 而今天呢 大概都会跟同学谈到这个层面 谈到这个层面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几个方法的一个比较 哪些方法呢 着式当中的说愚顿法跟净土的一个所谓的比较 以及呢 在修念佛法门当中的顿修顿正庙观 还有持民念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而呢持民念佛是更加的怎么样 更加的所谓的奇特圣庙超出的 所谓的第一方便 超出第一方面 所以这个是难中之难 所以释迦佛能够说出如此之法门 所以十方诸佛呢 推释迦佛偏为勇猛 偏为勇猛 不只是修行勇猛 连说法都怎么样 都非常之勇猛 非常之勇猛 我在这边呢 因为其实提到有观想念佛对不对 还有所谓的实相念佛 以及持民念佛 我不知道同学看到这几个念佛法门之后 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法门 往生净土 是不是那一个境界有一样吗 有没有一样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 但是呢在净土或问当中 其实就有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可以让同学稍微去理解一下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一个同学的话 那看那个所谓的维者法师 他的一个所谓的回答或许会比较清楚 那这样子的问答我们看一下 就是众行门当中啊 既云大小不等 有大圣小圣嘛对不对 有理有事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 所感身相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不一样啊 那观想跟意念这两门有没有 修行上的方法是不是不一样 那有人就问啊 那所感的净土的相貌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如果同学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的话 那么主师大德可以为我们回答 就是说这个怎么样 完全不一样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永明言说大师有说嘛 九平往生是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那怎么样的是非一呢 就是敢生极乐净土 有的是怎么呢 有怎么样化国见佛的应生 或者是生什么呢 暴土看到佛的真体 那当然怎么样 修行的程度有差对不对 或者呢 一系而怎么样可以登得所谓的上帝 上帝就是比较上面高层次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土 或者是什么呢 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地 或者呢 金节而怎么样 方正小胜 所以怎么样 这个后面其实就是 上去之后 其实修行的功力 比较没那么强的时候 所以经过很久还是一样 没有正得大胜 而是正得小胜 同学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正得小胜 因为正得小胜之后 再怎么样转大胜 就是他中间 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也因人文法的持数而有不同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 快慢就是上去之后 然后就看个人的根基 而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速度 以及输胜度的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 或者是有利根 有顿根 有定义 有善意 有定义 有善意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那个所谓的妄想啊 或者是你的那个所谓的意志 比较不集中的时候 也会上去啦 代业往生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有差 程度就有差 或者是有悟到的快跟慢不一样 而呢 机器不同 同学这个机器不是我们现在的机器 我不知道同学对机器可以理解吗 可以 对没有错 根基跟我们所感的气世界 就怎么样 不一样 就不一样 或者是花开早晚 而实现有益 而实现有益 其实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圆弘道那个故事 圆弘道其实他生到极乐是净土的时候 他所看到所感的的 那一个世界 他的怎么样 他的一个感触就是 我呢 当初为什么不要在我们说婆世界好好修行 好好持戒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叹 所以其实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或者是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不知道同学会不会下定决心 怎么样 我们要分秒必争 要赶快修行 要赶快修行 因为这个怎么样 决定我们往生的所谓的品味跟环境 然后底下呢 就引了慈云尊世 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虽然是原则上大分有九品 上中下嘛 在每一品当中在分上中下 有九品 但是这九品还是略分 如果更细分是无量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同理类推我们 像我们说婆世界 每个人怎么样 出生不一样嘛 对不对 所感得的福报 因缘果报完全都不一样 那极乐净土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这个其实就是 果要推因嘛 对不对 看我们怎么样修 怎么样的去 怎么样 持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佛号功力 而呢 感得如何殊胜的果报 这是我们必须去知道的部分 当然这个观想意念 包括持民也是如此 持民也是如此 好 好那这个就是魏同学就是介绍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问题 那对于我们 对于有关净土的部分 其实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更深一层的理解 好底下呢 其实就是对于五卓二世的这个介绍 五卓二世的介绍 我记得五卓二世应该其实在我们 这一个所谓的阿弥陀经的所谓的内容当中 其实已经是第二次介绍了 第二次介绍 因为前面好像还有那个对于五卓二世的这样子的一个提示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大概稍微再理解一下 这个五卓的内容是哪一些 内容是哪一些 第一个是结卓 结卓呢 如何去理解 结卓其实这个结就是时间 那为什么是结卓 因为这个结卓的这个时间呢 其实是综合了下面的卓的怎么样 的一个所谓的内容加起来 就是这样一段的时间 有所谓的建卓 还有烦恼卓 等等的这四个卓 而有结卓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一下 结卓就是卓法聚会之时 那结卓当中呢 非代业痕出之行 怎么样 必不能度 必不能度 所以其实在结卓当中 其实我们怎么样 要修行到见识二患全部 见识二祸全部断除的时候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因为其实见或断的时候 其实也才怎么样 出国而已啊 出国还是要轮回啊 七次轮回嘛对不对 那你施货断掉才是什么呢 才是阿罗汉不受轮回 不受轮回你还是只是怎么样 只是偏空涅槃 只是偏空涅槃 所以呢 其实在着二世当中呢 其实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方便法门 我们不用断除掉见识货 而怎么样 可以代业而横出三界 横出就是横出三界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行持 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所谓的念佛法门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截拭是什么呢 就是十分就是时间 本来是没有拭的 因为有下面的四种拭 在边聚合 所以而成就什么呢 所谓的截拭的这样子的一个相貌 截拭这样子的一个相貌 然后在经典当中 截拭以我们来看 这个叫做什么呢 五拭二世 五拭二世对不对 而真正截拭的时间点是什么呢 是人寿两万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减嘛 从八万四千一直减到两万 再减下去的这一个时间 开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截拭 一直减到人寿 只有一百岁的时候 叫做什么呢 五拭二世 五拭二世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五拭二世 还有所谓的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出世 我们要非常非常之感恩 这个如果没有释迦佛的愿力强盛 不可能会有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殊胜出世 殊胜出世 所以我们看到经典 真的要对释迦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出世 要有莫大莫大的一个崇敬跟感恩 好 这个是杰拭 这个是杰拭 那剑拭呢 其实就是指的是邪见至圣 邪见至圣 而对于邪见至圣呢 其实用所谓的五历史来做一个说明 我想是最完整的 那五历史是什么呢 身见边见见取见 戒取跟所谓的诸邪见 诸邪见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五历史 那个所谓的解释 我大概是放在注解的这个地方 供同学参考 简短的 简短的做一个所谓的注解说明 那同学如果说有参考 那个所谓的佛学词典 我想应该是会解释的会更加详细 会更加详细 那我们先看后面这边 这五件呢 昏昧古墨 名为卓 名为卓 那见卓当中呢 非不假方便之行 必怎么样呢 不能够度 就是那个所谓的众生有各个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编的 生的 邪的 见取见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解 所以呢 其实真的有善知识要度化我们 一定要用什么呢 方便善巧的这样子的一个形 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要不然要度化这样子的一个众生 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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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生见 生见呢 就是旺认什么呢 四大为生 四大为生 四大就是什么呢 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或者是什么呢 五蕴 五蕴或者是五蕴 五蕴 五蕴同学是知道吗 就是什么呢 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 会把这一个身体认为说是真的有什么呢 真的有这一个所谓的身体实在的我 身体实在的我 然后会把它怎么样呢 认为说有这个我的存在 所以呢 会具为 极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占有欲 世间相貌 每个人都是如此 而且 除此之外还会怎么样呢 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中心来凸显自己 这个叫做生见 这个叫做生见 而呢 这个生见是一般凡夫 其实都会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相貌 那学佛者呢 其实会透过法的讯息 而在这边会减轻 但是怎么样 没有办法完全断除 那这样子的一个断除 其实达到完全断除叫做什么呢 叫做出果 叫做出果 这个要靠修行 也是要靠修行 第二个呢 是边见 边见呢 就是对于生见上面 其实跟同学所说的生见 会把这个生见呢 直为什么断 或者是直为常 就是有常见跟断见的这两边 这个呢 叫做什么呢 边见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所说的偏见也可以 偏见也可以 那这个就是 比如说 有人就执着啊 这个所谓的断见 就会执着说人死了之后怎么样 就什么都没有 像灯灭了一样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断见 断见 其实我会觉得还蛮可怕的 为什么呢 他其实就会怎么样 抹杀掉因果 抹杀因果 因为他认为人死之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很可能会 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 在世间上 其实就会怎么样呢 为所欲为 无恶不作的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在所谓的 以我们呢 佛教的一个所谓的因果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原则上 原理上来讲的时候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无恶不作嘛 你所结的那一个所谓的果报 是怎么样 是无边的 是无边的 这个呢 其实就是跟佛教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一个背道而死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见解 这样子的一个见解 而呢 常见 其实我会觉得人 多多少少会有常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有贪 或者是有撑的话 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见解在 比如说呢 我想拥有一件事情 拥有一个东西 其实就这个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常见的一种 怎么样 永远都想要拥有他 对不对 这个永远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常见 或者是我怎么样 恨一个人 或者是我讨厌一个人 有没有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恨 或者是讨厌 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 常见的一种 或者是说 我永远都不要看到他 永远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属于 那一个说 我们一般凡夫当中 其实很容易去弱的这两边 很容易去弱的这两边 而比较所谓的比较棘手的部分 是对于那个所谓的 生死上的一个所谓的 断见跟常见的看法 像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 又在印度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的常见会把它放在 我呢 如果是婆罗门 我生生世世都是所谓的 高等的婆罗门 我如果是所谓的建筑 我永远 永远都是属于建筑 这样子的一个常见 这样子的话永远怎么样 没有翻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 佛教讲的是什么呢 因果论 因缘论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人人平等的 而且呢 随时可以改变的 而那个改变的动机就看自己 看自己有没有下功夫 想要去做修持 想要去做一个提升 好 这个是边见的部分 边见的部分 那斜见是什么呢 斜见也是一样是很严重 就是波无因果 斜心取离 其实这五件我会觉得都很重要 我不知道同学对于这五件 的一个所谓的理解到哪一个地方 当如果说是佛道是一条路的时候 对不对 假如 比如 佛道是一条可以通往涅槃的这一个路的时候 当你的见错的时候 你怎么走 永远永远怎么样 达不到目的 所以这个见很重要 就是当你见是错的时候 你如何的努力都没有用的 如何努力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所谓的佛教 其实有提到这个叫做正知见 正知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其实在于所谓的知见这个地方 绝对是要去做一个所谓的理解跟理解 要不然呢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错 很容易出错 好这个所谓的邪见呢 其实就是波无因果 波无因果 而这个因果呢 其实就是 除了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缘起 也是所谓的夜感缘起 就是因果的其中之一之外 其实这个是属于生命上的一个所谓的理解 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有什么呢 也可以有因果的一个所谓的印证 这种所谓的波无因果其实怎么样 就是如果说我吃什么 我如果是吃健康的食物 那么呢 其实回报给我的果 就是什么呢 身体会变健康 这个也是因果的连结 因果的连结 这等等的啦 这个是属于邪见的部分 第四个呢 见取见就是 虽然没有像上面的波波因果 但是呢 这种见取见呢 是什么呢 非果祭果的部分 非果祭果的部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呢 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身见 边见或者是邪见 其中一个呢 他会认为是对的 或者是全部他会认为是对的 他呢 就把这一个所谓的见解呢 把它怎么样做执着 做执着 这个呢 其实就是属于见取见 而这个呢 其实会落在 其实我们在争执事件上的一个所谓的 概念或者是观念的时候 会在那边争执不下 他认为自己本身看法观点理解是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学术界会比较多啦 我不知道同学所知道的 就是多不多 层面又多不多 或者是社会上 其实对某一些观点上的一个所谓的争论 有没有 的这样子的争执不下 会认为说 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好 第五个呢 是见取见的部分 而见取见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对没有错 就是执行或是受持邪戒的部分 这个其实我会觉得比较冤枉 你知道吗 就是你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戒 怎么样 完全都没有作用 完全都没有作用 而这个常常呢 其实就是看到 比较多的是外道 尤其是印度 像他们其实是看到牛 有没有 有些人其实修得还不错 就是看到牛升天 然后他会认为说 牛升天的原因是因为吃草 所以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学牛吃草 那问题是完全都怎么样 没有作用啊 没有作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持方式 其实反而苦了自己 反而苦了自己 还有一种就是说 有人认为说 没有错啊 其实人会有业 对不对 所以他会认为 人会有业 会有苦 所以我呢 在这一辈子当中 加倍的受苦 那我就会怎么样 减轻我的业 那问题是完全都没有作用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业果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因素 怎么样 所种的而来 你这一辈子 所做的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辛苦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持啊 我说那个所谓的叫做 无因的苦恨啊 完全是多余的 完全是多余的 这个是属于戒取件的一部分 戒取件的一种 所以这个呢 五历史呢 其实就是有关 那个所谓的见着呢 其实就是这五个内容 这五个内容 我们可以去知道的部分 身见 边见 斜见 见取件 跟戒进取件 好的这一个五个部分 好 这个是见着 那烦恼着呢 其实就是五顿史 五顿史 同学不知道 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 六根本烦恼 六根本烦恼 其实就是五顿史 再加上前面的那六个 前面的那六个加起来呢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见惑 贪嗔吃慢乙 再加上见惑的部分 就是六根本烦恼 所以这个五顿史呢 为什么叫顿 前面为什么叫做利呢 因为其实以烦恼而言呢 这一个所谓的五顿史的烦恼 是更加的致重 更加的迟钝 更加的迟钝 所以我们看烦恼着五顿史 是烦获真胜 烦获真胜 所以他的一个烦恼 他的一个所谓的困惑 更加的一个所谓的多 这个叫做贪嗔吃慢乙 然后烦动脑乱 所以名为佐 烦恼佐当中呢 非吉烦心是佛心之行 弊呢不能度 弊呢不能度 我们看一下 这那个所谓的五顿史的部分 第一个是贪心 我们从所谓的贪心的这个地方 稍微来做一个所谓的介绍一下 那贪心呢 其实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个所谓的投影片上的一个解释就是 在顺情境上起种种的一个贪爱 不能够看破 然后不能够了达一切有违法事 如梦亦如幻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五个 其实不要说自己没有 就是看所谓的深跟浅多跟少而已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不一样的部分 就是深浅不一样的部分 我们就是好好的去内省跟自觉 自己本身的内心 然后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所谓的减轻跟格处 减轻跟格处 而这个五 那个所谓的贪心呢 其实就是 前面其实有讲到五欲禁嘛 他常常所产生的大概就是 跟对禁的时候 我们跟嘛 对禁的时候 禁是什么呢 就是色身香味 然后处 在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上起贪爱 起贪爱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而不能够看破 而呢 不知道这个法都是虚妄的 而起所谓的贪爱跟贪值 那当然有些众生在这边就怎么样 没有办法看破 而不断的迷惑下去 去沉迷下去 这个是贪心 这个是贪心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很严重的事 第二个呢 是称心 称心呢 在我们佛教经典当中 其实是怎么样 会比较 那个所谓的 提出来会比较多的 因为常常会说 称心怎么样 比蒙火还要怎么样 更加严重 对不对 因为他会把一个人的功德怎么样 结贼 他会结功德贼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 其实 能够偷我们功德的 其实怎么样 没有比称心还要严重的部分 还有呢 其实有说到嘛 其实就是说 拧起百千的贪心 也不要起一念的什么呢 称心 那因为有称心 其实有一种所谓的 法是特别的殊胜的 这种法叫做忍辱 这种法叫忍辱 所以其实 会对待称心的 当然是慈心 而慈心的背后 其实是必须要去忍辱 任何的一个法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对境 所以称心所带给我们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后果 尤其是在修行忍的一个修持过程当中 念佛也是如此 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很容易 其实一念称心起 而把你所有的功德全部瓦解掉 功德全部都没有了 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称心是非常的一个可怕的 非常的一个可怕的 所以学佛人 其实如果说我们要下手 要去做用功的时候 不如从称心开始 单单讲称心就可以讲很多 因为其实有的人 那个称心的起来是无名 莫名其妙的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 我就是很讨厌 那跟我们的过去是就有关系 对不对 或者是 我看到我做这件事情 或是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其实讨厌的原因 跟过去是没有关系 而是跟利益有关系 所以单单称心就可以在这边探讨 非常非常之多 非常非常之多 而这边呢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看 我们的内心 起来的那个点是什么 所以这个都是修行下手之处 修行下手之处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好好的去怎么样 做了解 做了解 那念佛法门的念佛 其实好用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心起来 就是一句佛号怎么样 就带出一句佛号 这样子的心就怎么样 就开了 就化解开了 这个就是非常好用的地方 第三个是痴心 痴心 什么是痴心呢 就是 于呢 中庸尽上 起诸痴心 然后呢 不能够觉察 不了诸行是无常 到底呢 总是空 我不知道同学对这句话 就是有没有理解 那其实痴心 其实用另外一个词来做解释 就是无明 就是无明 什么是无明呢 就是对于一切任何的事跟理 怎么样 没有去清楚了解 没有去清楚了解 而这一个所谓的 没有去清楚了解 所谓的事跟理呢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都是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 也就是痴心 而这个呢 它的严重性是 它是烦恼的源头 烦恼的源头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一个所谓的 是跟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道理的意思嘛 所以在这里 就支掌什么呢 任何的烦恼之法 贪啊 撑啊 慢啊 乙啊 全部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怎么样 滋长起来 滋长起来 所以当我们的 要那个所谓的 去除掉无明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们什么呢 智慧增长的时候 智慧增长的时候 所以这个跟 所谓的智慧呢 两者是什么呢 是对立的 两者是对立的 这个是痴心的部分 痴心的部分 第四个呢 是慢心 慢心就是 于助众生 心起傲慢 不能够谦逊 不了诸众生呢 佛性平等 本来就是平等之法嘛 然后不了解的 不了解佛性平等之法 众生 即使跟佛 都有佛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平等 而这个慢心 其实就是傲慢 傲慢 骄傲之大 目中无人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心态 所以这种心态 其实一定会延伸出 会没有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 没有谦虚 没有恭敬 那在任何的众生之前 都是供高我慢的 一个所谓的慢代的 一个状态之下 那跟同学说 这种人是没有办法学到的 没有办法学到 因为恭敬是什么呢 是最基本的 你要对佛要恭敬 对菩萨要怎么样 要恭敬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心态 尤其是学到后来啊 你因为那种慢心起来 而呢 在道法上这边 所谓的非有即有 就是你没有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而呢 说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这个叫做真上慢 这个叫做真上慢 好这个是慢心的部分 第五个呢 是疑心 于呢 诸人法兴其隐匿 然后呢 不能够决断 不了事善则可亲 事道呢 则可敬 这个是怀疑 这个是怀疑 其实疑心 其实每个人其实会有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念佛法门的时候 其实如果念佛你往生有疑的时候 哇那这样我觉得问题就比较大 因为很容易怎么样 就进入到疑尘啊 我同学还知道嘛 进入到疑尘就很可惜 哇你下了那么多的功夫 而你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心态 把它好好的处理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可惜 你下这么多的时间在念佛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持 好这个是有关疑心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对于学佛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不能够了达的怀疑之心的时候 那么其实就好好的检讨自己 把它怎么样解决掉 解决掉 这个是疑心的部分 好这个是有关烦恼佐的五顿史 稍微跟同学做一个解释 那众生佐呢是什么呢 众生就是见烦恼所感出臂的五音合合 假名众生 假名众生 所以这个众生呢 其实刚刚有说到四大 然后是色嘛 还有什么呢 五音合合 五音就是什么呢 色受响形式 色受响形式 然后色心呢都是什么呢 露略的 在五着二世当中 众生其实所感得的 这一个所谓的色跟心 色就是我们外色的这个样貌 是不好的 因为毕竟都是什么呢 癌端小嘛 对不对 人家那个所谓的净土当中 什么样高大庄严 心是什么呢 烦恼的一个所谓的心所 所以都是漏略的 顾名为佐 众生佐当中呢 非心厌之行 必怎么样 不能够度 不能够度 而在这边呢 其实要跟同学介绍的是 五音合合 假名众生的这个部分 原则上这个音呢 它的一个解释就是覆盖 覆盖 覆盖什么呢 覆盖我们亲近的心 这个叫做音 所以那个所谓的音 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 粗 粗笔跟漏略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法的意思 除了五音这个词之外 还有一个词叫做五韵 五韵对不对 那五韵呢 这个韵呢 其实就不是覆盖的意思 是什么呢 集合的意思 集合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集什么呢 集很多种元素的意思 集合的这样子的一个聚集 聚集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五韵其实就有聚集起来 而成为什么呢 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意思 而这元素呢 有哪些元素 就是色受想形式 色受想形式 那刚刚其实在这一段文当中有 色心并皆漏略嘛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五韵的这一个色受想形式呢 其实可以大分为两个 就是色法跟心法 那这一个图呢 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分 而这个解释呢 大概就是我用最短的这样子一个词 来对于这五韵的一个所谓的色受想形式 做一个所谓的标示上的一个所谓的解释 让同学去稍微理解一下 稍微理解一下 色呢 其实就是就有什么呢 直爱的意思 直爱的意思 而这个直爱是什么意思 直爱其实就是有体积 而且怎么样 有空间 有空间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有体积有空间 是可以分析的 而且怎么样 可以去破坏的 那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所谓的名词 叫做什么呢 这个是物质 物质 这个就是色 色运的意思 另外 除了物质 可看见的 可破坏的 对不对 还有一种说法是 物质所生起的能力 这个也可以叫做色 那这种能力呢 其实就是那个功用功能能力 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能力的时候呢 比较倾向于有什么呢 有善或者是有恶行为的这种潜能 潜能 这个叫做有关色法的意思 色法的意思 那同学可以稍微 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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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对于武运 在这边做比较详细的 剖析 那稍微对于色法 可以做一点点的认识 那受是什么呢 从受开始 响行事其实就是属于心法的部分 心法的部分 受其实有理那的意思 理那什么 理那五成的境界 就是色受响行 前五世 就颜色身香味 颜色身香味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受孕 受孕 而其实我们用我们现代的词 来解释受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什么呢 内心的情感 内心的情感 因为其实就是内心情感 有那种所谓的情绪作用 情绪作用 所以会有什么呢 苦的 热的 或者是不苦不苦不漏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感受 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想是什么意思呢 想其实有取向的意思 取向的意思 而这个取向 其实用我们现代的词 就是认识作用 认识作用 而这个所谓的认识境界 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表象 的一个所谓的认知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取向的意思 除此之外 我们其实还不要忘了 我们内心的一个作用 我们会起什么呢 构想 设计 联想 以及概念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这些而安利种种的文字跟语言 这个其实都是在想 这个部分的一个所谓的行瓜 行瓜 有没有觉得很妙 我们佛法其实在分析这个部分呢 分析的非常非常之详细 这是想的部分 想的部分 行呢 其实就有千流的意思 其实如果说要我说 五蕴当中其实 我要看说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我会选行 因为行呢 其实就怎么样 就已经开始在造业了 这边是写千流的意思 另外的一个定义 其实他就是造作 造作 因为他这一个呢 其实是从内心当中 有没有 采取行动 来怎么样 来对于自己本身的生与意 做一个发动的一个行为 所以那个行为 已经有经过头脑的思考 省率跟决断了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心理作用 其实就有含什么呢 我们自己本身造善造恶的这个意志在里面 这个就是行的部分 其实还可以再稍微再多讲一层 像我们再讲到诸行五场的行 对不对 诸行五场的行 其实比这个行运的范围还要更广 还要更广 诸行五场的行 其实是包含全五蕴 但是呢这个行运呢 其实是单单只有造作的意思 就是心理活动 心理活动 那刚刚有跟同学说嘛 就是那种所谓的 从内心里面发动的 像做意啊 对不对 跟的一个接触啊 对不对 意志的作用 对不对 念的作用 知的作用 会的作用 这个都是属于行的这个代表 他有意志的作用 他有意志的作用 所以同学以后 其实如果看到行的时候 不妨可以多加留意 多加留意 那在那个研究的一个 所谓的学术研究当中 其实也有人针对行运 或者是行的这个部分 来做讨论 来做讨论 好最后一个呢 是是的支持 是是什么呢 支持的意识 支持的意识 支持什么呢 支持的意识 其实以是来讲 这个是会比较属于八识当中的第八识 好 第八识 这个支持 就是支持我们的身体啊 暖啊 喜啊 还有我们的寿命 那另外的一个识的意思是了别 去分别 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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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分析的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认识啊 境界 还有明了识别来说 这个其实就是属于识的部分 识的部分 所以识喔 其实除了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阴耳鼻舌生意识之外 其实在维识学 还有在讲到第七识跟第八识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都可以供同学去做一个了解 做一个了解 好 那这边其实就是属于众生所的部分 众生所的部分 大概让同学认识一下 好认识一下 那底下呢 我们来看命着的部分 命着的部分 命着就是因果并略 因果并略 那这边其实就是标示 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因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所跟同学所谈的 就是见着跟烦恼着 那果是什么呢 果就是感德的暴体 就是众生着 众生着 那而呢 这个暴体就有什么呢 就有寿命 所以这个命呢 就变成是着嘛 就是寿命短处 乃至不满百岁 所以顾名为着 顾名为着 命着当中呢 非不费时节 不劳勤苦之行呢 就是必呢 不能度 必不能度 所以这么短的时间 要能够修行怎么样 有成就 有一定的功力 然后呢 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所谓的标准 那么一定要怎么样 用最简单 最恶药的一个修行方法 才有办法呢 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父痴呢 直此 信愿庄严 一身阿弥陀佛 信愿庄严 一身阿弥陀佛 就是三支 什么是三支 信愿行 所以这一句 这一场 这一场句呢 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呢 讲信愿行三者 所以用所谓的信愿行三者的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呢 就可以转这五拙 转这五拙 转这五拙怎么样呢 转截拙变成清净海会 因为截拙是属于拙法聚会的时候嘛 对不对 所以任何东西都是拙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到极乐净土去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转截拙为清净海会 就是敬法就怎么样 就可以聚会啊 箭拙呢就是无量光 因为箭拙其实众生普遍就是什么呢 邪见赤圣嘛 邪见真圣 那这个时候呢 到往生净土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箭拙的 箭就会变成智慧 所以这个智慧呢 就可以达到智德的无量光 烦恼拙呢为长极光 因为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烦恼拙 是烦恼真圣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到往生极乐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成就断德 而呢 感得长极光的这样子的一个殊胜果报 转众生者呢为莲花化身 那因为其实在五佐二世当中的这个众生是身心 都是漏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到所谓的极乐境楚去的时候 能够感得清净的莲花化身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殊胜啊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唯妙的这样子的一个报体 跟依报的这一个清净庄严 清净庄严 命着呢为无量寿 那这边呢 其实在命着当中寿命短处嘛 对不对 而极乐净土是无量寿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是怎么样 极大极大的不同 极大极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来看底下 所以一身阿弥陀佛 即呢 释迦本师在五佐二世当中所得的 什么呢 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一个法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一身阿弥陀佛 这样子的一身 所谓的所谓的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 就是释迦佛呢 在五佐二世所正得的 无上正等正觉之法 也是释迦佛所正得的什么呢 果决的全体啦 正得的果报 正得的果报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果决全体呢 其实就授予什么呢 着世的众生 授予着世的众生 就是教我们着世的众生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乃呢 诸佛所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唯佛与佛能就近 不是九界自立所能够信解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殊胜法门 其实真正可以授予的就是佛跟佛 佛跟佛 即使到所谓的等觉菩萨还没有办法 所以九界怎么样的菩萨都没有 九界以下的菩萨都没有办法 也没有真正的有办法去做一个信解 诸众生 就是这个诸众生呢 所指的是什么呢 所指的是五着二人 主着二人 而这个诸众生呢 其实所指的就是我们经典当中有没有 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还记得吗 同学可以往前看 往前看 所以这个诸众生呢 就是为诸众生 所以这个诸众生指的是五着二世的 我们世间的凡夫 一切世间通指极乐世界的四土气世间 还有九界的友情世间 九界的友情世间 所以是通指友情跟什么呢 气世间两个世间 那另外的佛界是属于正觉世间 就不是在这边 所以这边为什么呢 为我们众生说这一个所谓的男性之法 说男性之法 以上其实就是有关我们那一个所谓的 这一段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文 的这样子的一个 劝愿流通有没有 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束 那底下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教主节 有一点类似于是像那一个小节 的这一个所谓的赞叹的这一个部分 前呢劝信流通是诸佛附属 我们还记得嘛 有劝信劝怨跟劝行 那这边呢是属于本师的附属 就是我们释迦佛的一个附属 属语呢是略别重通 属于附属之语有别跟有通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说明 那别的部分呢就把它简略掉 从通的这个层次来做说明 说什么呢说一切世间 淡云一切世间 淡云一切世间 所以这边其实讲到一切世间 没有讲到说为诸众生 就是怎么样统瓜所有的众生 以及依报的部分 这个呢就比喻前面 诸佛有说前面有说到嘛 诸佛说啊说如等众生 如等众生 而这个众生就包含什么呢 包含文书施利菩萨跟家社等 这些所谓的身文弟子 以及呢大菩萨的这个范围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 本师所附属的内涵 那我们来看底下的经文 设利佛当之我于五着二世行此难事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一切世间说此难性之法 视为圣难 一样这个圣难包含两个层次 就是行 行此难事 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件事情 还有呢说此难性之法 这一件事情很难 就是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也是一样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这个就是男性之法 好 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底下 的那个偶一秩序大师的解释 心愿持民呢就是一行 不设思为 圆转五着 思为原则上就是作为 好 作为 然后呢其实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心愿持民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他不用什么呢 像参话头修禅中这么辛苦 也不用什么呢 就是以那个所谓的观想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实相观想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而来圆转五着 唯信乃入非思义所行的一个境界 这个其实就是有关信愿持民 这一行 这一行的这样子的一个简单 而呢不可思义的地方 所以这种所谓的法门呢 设非本师呢来入二世 适得菩提以大智大悲 见此行此说此 那众生怎么可能会怎么样呢 禀此如此殊胜之法门 那以呢大智大悲 大智就是什么呢 我们释迦佛的佛智一切种智 大悲就同体大悲 见此行此说此 此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圆顿之法 圆顿之法 持民念佛的圆顿此法 就是此圆顿之法 可以怎么样 圆超五着 对不对 可以圆转五着 可以让众生怎么样 修这个法门而出五着 所以众生呢 可以怎么样 彬此法门而做一个最简单容易 而且可以横伸三界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顿超之法 顿超之法 然呢无人处杰拙当中呢 决定为时所会 为苦所逼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状态 是我们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杰拙当中呢 其实就是被这些时 就时间嘛 献爱住嘛 苦呢所逼迫 那在剑左当中呢 决定为呢 邪智所缠 还有邪师呢所获 邪智跟邪师 其实就是什么呢 刚刚所说的 邪智邪剑 以及呢像比如说印度的96种外道 96种外道 那我不知道同学对于现在 我们世间上的一个所谓的邪师 的这个所谓的概念跟印象 或是认知多不多 现在也有很多 现在也有很多 所以其实以我们学佛者而言 对于法的深入跟了解 我会觉得会更加必要 就是听法文法跟了解法 把真正佛法当中所说的正知见 一定要升值在我们的八世田中 要不然很容易一下子 其实因为内心的贪嗔痴 贪嗔痴啦 其实有时候很多是吃在作祟 无敏啦 无敏 而会跟着外界所怎么样 所牵残 所牵残 处烦恼灼当中呢 决定为贪欲所献 然后呢 惡液所至 然后 贪欲其实就是像比如说 刚刚所说的 被外界的色彻香味 对不对 或者是像 世间的财色名食穗 很容易其实被这些所谓的 世间欲啊 世间祸所染 所牵残 以及恶液怎么样所致啊 以及恶液所致 会被这些恶液所怎么样牵动着 无法处理 无法处理 处呢 众生佐当中呢 决定安于错会 而呢 不能够顿觉 甘于呢 略 略弱呢 而不能够奋飞 而不能够奋飞 这个是属于那一个所谓的 众生佐当中 众生佐当中的一个状况 安于错会我相信同学是知道的 因为其实没有感觉 或者是真的清楚说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是不静的 而呢安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臭平狼啊 对不对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污秽啊 以及酒孔不静等等的 而且呢 甘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略弱之躯 不能够奋飞 处于呢 面佐当中决定为无常怎么样所吞 食火电光措手不及 食火电光措手不及 这个呢 其实就怎么样 一闪变过啊 人其实是什么呢 在呼吸之间而已 我会觉得 从今天所谈的一直到这里 我会觉得对于无常的了解是怎么样 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其实信愿型嘛 其实真正要起信 要发愿 然后要行持的最前提 一定要看清我们什么样 我们无常之身 无常之心 那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时候 我会觉得对于修行上 其实会有怎么样 会有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会有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那其实进入到这边 其实我不妨 来跟同学分享 就是有关杂寒经当中 其实那佛其实对于弟子所开示的 这一个无常篇 无常篇 当然人命在呼吸之间的这个典故 我相信同学一定都知道嘛 对不对 那有一天 其实那个佛呢 在设位国 然后己孤独猿 就跟比丘 比丘们开示啊 开示 这个开示是跟无常有很大的关联 同学不妨可以听听看 听听看 他说譬如呢 有四条是很凶猛的大毒蛇 放在木盒当中 放在木盒当中 同学可以稍微 那个所谓的观想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有一个人 从远方来 他呢 想要求什么呢 求生 想要求生啊 求生 他不要求死 对不对 他求乐不求苦啊 每个人都是如此啊 他也不要愚昧 也不要混乱 内心呢 不要有牵挂 然后于是他就过来这边 这时候呢 其实有国王或者是大臣 就把这个人叫来 然后就对他说 这里有四条很凶猛的大毒蛇 你要好好小心哦 把他们照顾好哦 因为没有照顾好 他们烦咬你一口 你怎么样 你就没了 对不对 你就死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人当然是必须要听命嘛 对不对 就把这个四条毒蛇好好的把他守住 不要让他跑出来 然后他又不知道要去哪边 所以这个人又被告知 说你呢 走的过程当中有五个人 手持刀剑在你的后面哦 如果让其中一个人追到你的时候 那你也怎么样 也是一样是没有命的哦 之后呢 又有一个人跟他讲哦 说你呢 其实到村落当中 会有六个你的怨亲在主哦 在怨家当中会尾随着你哦 所以可以怎么样 随时断你的命根哦 所以同时有什么呢 四条毒蛇 还有呢 五个手持刀剑 还有六个什么呢 冤家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他有遇到亲近的善友 那就要帮他脱离苦难嘛 对不对 他说要不然你就到一个空处 有没有 空处那个地方 你去好好的去那边待着吧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那边贼扣也常常出没 所以你还是要小心 你如果被他们抓到你怎么样 会任凭他们处置 任凭他们处置 所以呢 他就是怎么样 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我相信同学聪明的同学们 已经知道四条毒蛇代表是什么 哦 不是 四大 地水火蜂 五位手持刀剑的是什么呢 我刚刚有教了 对五印 就色受想行事 而六个冤家是什么呢 六入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对的色身香味触法 那有智慧的人其实观察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那一个所谓的无常的变化 无常的变化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佛呢 在阿寒经当中 为比丘们所说的 其实我们说处的环境就是如此 要常常非常非常的警惕跟小心 因为很容易怎么样 就被外面的一个所谓的烦恼侵入 或者很容易引发我们的什么呢 贪嗔痴 这个就是有关 真意阿寒经 其实佛陀所说的 另外 另外的一个无常 我希望同学对无常要更多的一个所谓的 深入在心 深入在心 这个呢 是其中的一部经当中所谈到的 的一个典故就是 有一个范子呢 其实他在罗月城 这时候他听说在社卫国这个地方呢 有什么样 有出奉养 怎么样 孝顺 供养三宝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事物 所以在社卫城 社卫国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环境 他就很向往 所以呢 他就抱持的怎么样 满怀的心 他要去怎么样 去学习 好像要去学习 所以他就呢 前往怎么样 前往社卫国去了 所以他呢 其实要进入社卫国的时候呢 看到不远 看到有父子两个人 在地上怎么样 耕种 好 这个时候有一条毒蛇 把那个 把他的儿子有没有 突然出现把他的儿子咬 好 咬了之后 他的儿子就死了 这时候他的 他看到他父亲 他这个父亲 的一个状态是 武动于衷 继续耕田 继续耕田 而且都没有回头去看他儿子 为什么死掉这样子 所以这个泛字啊 就跑去问他 然后这个农夫啊 这个父亲就说 你从什么地方来 然后这一个泛字就说 我从罗未成 这个地方来 听到这一个国家的人 有什么样 有孝养奉仕父母 以及奉仕三宝的一个事情 以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氛围 所以我来这边学习 来这边学习 然后呢 这一个泛字就说 那个往生的那个人是谁啊 然后他的父亲 他说我的儿子啊 然后泛字就说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会担忧 然后也不会哭泣 你怎么还会继续耕呢 然后这个人就答 人生有死 物成怎么样 就有败 生死成败 这个是平常的事情 我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 忧愁跟啼哭 然后呢 他就说 你是不是要进城去 对不对 你进城之后 就跟我的太太 去某家 跟我的太太讲 今天的便当不用带两个 带一个就好了 他听到吓一跳 他说居然 他的儿子死了 反而他要叫我去帮他带便当 然后带一个就好了 反而要跟我要食物啊 所以这个人就很大的疑惑 于是呢 就跟他的太太 就是儿子的母亲 来跟他讲 来跟他讲 也跟他讲说 你的儿子已经往生了 这样子 而这一个所谓的 儿子的母亲就跟他讲 这个 人生在世就很像什么呢 很像客人啊 来寄宿在这个世间一样 来的时候其实也不用怎么样 不用太过于为难自己 去的时候也不用依依不舍 留恋怎么样 留恋在内心当中 而没有办法去忘怀这个样子 于是呢 这一个泛字 又跟这个往生的姐姐说 她的什么呢 以及还有她的太太说 还有她的什么呢 她的儿子说 每个人的答案完全都一样 完全都一样 所以呢 他听闻到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嘛 然后每个人的一个所谓的反应啊 他就很不以为然 而且怎么样 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 于是他就去找佛陀 那佛陀看到他的一个状态啊 就说 你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忧愁呢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我明明看到一个人往生了 结果他的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这种反应 叫做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反思自己本身 亲属往生的时候的那一个所谓的状态 这种所谓的反应 他没有办法接受 而佛陀跟他讲 其实 当可以知道人命是无常的 而且呢 不是所谓的忧愁可以去解决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才是什么呢 这个才是最高的 最高度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尚的人 所以其实你不以为然的这五个人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修行当中最容易去可以去正道的人 所以梵子听到佛陀为他做这一番开示之后呢 心开一解 然后呢 马上求受什么呢 五戒 马上求受五戒 这个就是有关什么呢 有关五反复经的这一个典故 听起来好像是觉得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不过是一种所谓的世间无常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省思 生命其实就是如此的短处 如此的短处 而我们其实就是在那个所谓的情感上 深陷其中 深陷其中 所以无法自拔 无法自拔 好我们看后面的这一段 若呢 不生之其圣难 将为更有别法可出五拙 封福宅礼 细论分斩 封福宅礼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五拙二世当中很像 所谓的什么呢 火宅一样 臭烟蓬勃 为呢 生之其圣难 方肯死尽脱心 饱此一行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一个所谓的行持法门 当作是一个至上的无上自保 无上自保 方肯死尽脱心 我不知道同学对于死尽脱心这个词 就是怎么样 守不守或者是可不可以了解 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个心的什么呢 决定 才会真正起那个所谓的 真正意志坚持决定的一个下手 的这样子的一个心 所以死尽脱心呢 有一句话叫做偷心不死 对不对 这个叫做死尽偷心 偷心不死的意思就是 治不决定 不肯死心念佛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死尽偷心呢 就是可以真正怎么样 决定念佛的意思 而把这一个念佛法门 当作是至保 当作是至保 此呢 本师所以极口说起圣难 而呢 身属我等 而呢 可以当之 可以当之 而以上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初谱劝尽 初谱劝尽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这一段 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最后 最后就是这边 我想把这边把它结束 也就是最后的这一个 所谓的结圈的部分 那这里呢 是佛呢 说此经义 摄利佛 及诸比丘 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等 文佛所说 欢喜信寿 然后呢 坐礼而去 这里呢 算是 我们那个阿弥陀经当中的 最后一段 对不对 然后呢 说的是听众得意 然后信寿奉行 那以往 其实祖师大师 有很多 蛮多的 把这一段当作是流通分 要流通分 但是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 从流通 从那个所谓的六方佛开始 其实就有含什么呢 弘扬流通的意思 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个偶依秩序大师 是把六方佛 那个地方开始 就判为流通 判为流通 这个其实就是有关 以以往大师 跟有一些大师 所判的一个不一样 判的这一个不一样 那我们看 法门不可思议 是难信难知的 无呢 一人能够发问者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 为什么呢 佛其实看到 机缘已尽 这个都是什么呢 知道众生成佛缘 怎么样 已经跟手了 所以是无问之说 可以令众生得到四亿 那我相信同学是知道四亿 就是四溪坛 对不对 然后如实话语 故欢喜信寿 故欢喜信寿 那底下呢 其实就是 让同学去知道 所谓的四溪坛的 这个内容 内容 这个内容 好像在行 这个地方有一点 把他就是 那个 那个 把他稍微 这个应该把他放到这边来 稍微有一点 那个 错误 四溪坛分别是世界为人对质 就是跟第一意 所以我们看世界 其实就是欢喜 让我们那个所谓的 听法者 身心一悦 名欢喜 毫无疑惑 名信 理纳 不忘了名寿 就是可以信寿 欢喜信寿 信寿 其实就是什么呢 为人 让人什么样 生善 生善 敢大恩德 然后投身归名 叫做做礼 那这时候呢 其实这个做礼 其实就对峙我们的傲慢 对不对 对峙的一位 那这个就是对峙西坛 依教修持 然后一往不退 名而去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意西坛 第一意西坛 而去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赶快享受什么呢 极乐世界的安乐 才是一个所谓的 真正符合我们今的 什么呢 真正的一个所谓的要旨 真正的一个要旨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 斯西坛利益的这一个内涵 这一个内涵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有关我们那个 佛说阿弥陀经 以及呢 阿弥陀要解 阿弥陀经要解 到这一个地方呢 算是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结束 完整的一个结束 那另外呢 要跟同学说的就是 佛说此经矣嘛 对不对 这一个 这一段呢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佛的一个 所谓的说的内容 这一段其实是什么呢 是阿难结极经典的时候 有没有 把法会的一个 所谓的实 实情的一个记录 怎么样 计时下来 所以是在最后的 这一个部分 希望后来的众生怎么样 可以流传 然后奉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愿心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是佛说此经矣 佛说了这一部经之后呢 瑟利佛还有朱比丘 以及呢 一切世间的天人阿修罗等 就是一切世间的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闻佛所说 然后欢喜信寿 之后呢 坐离而去 坐离而去 好以上其实就是圆满的一个 所谓的告一个段落 同学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可以休息20分钟 到10点50分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 我们今天下面的 一个所谓的复习 下面的复习 这个复习 会跟以前 会不太一样 那同学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我们接着要干嘛呢 我们已经课程讲完了 对不对 以往我不知道同学 知不知道 以往其实我们 在上完课程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会做什么呢 总复习 总复习 那因为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的密陀 要解其实整个架构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有关那个 密陀要解可以从什么呢 五重悬翼这个地方去做 比较初步的认识跟了解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阿密陀经要解 整个内容看完之后 我们再往回看 就是有关 民体中用教最前面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能够可以寒色全部 寒色全部我们对于这部经 或者是这一部论的整个概念上 以及内容上的一个理解 以及内容上的一个理解 那呢其实因为简单嘛 而且我们每一堂课 其实都会稍微 复习一下上一个礼拜 有没有 所做的一个 所谓的课程内容上的一个复习 所以我想我这一次 其实就不用再对于 我们的课程做一个复习 我们的课程做一个复习 那有关民体中用教五重悬翼的部分呢 其实我想我就不再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下一周的新课程 就是有关关金术 一开始还是要会提到五重悬翼 我想到时候呢 其实可能会在对于这五个内容 稍微再做一个概略上的一个介绍跟解释 那因为呢 其实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所谓的居士 叫黄念祖居士 我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 因为他弘扬净土算是蛮有名的 有一次他也是一样是在讲阿弥陀金要解 讲完之后呢 其实他对于那个信愿型这个内容 做了一个补充 而这个补充呢 是取杰流大师跟憨山大师的 就是几个几段内容来做一个说明 那我会觉得这个内容 会更加的一个浅显 而且比较容易去 对于有关那个净土法门的一个 所谓的把持啊 受持的部分 更容易去摄持 更容易去摄持 所以我就把他所摘要的这一个所谓的内容 来跟同学做一个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以下 其实我就跟同学介绍有关 这一段就是今天下半部 要跟同学所介绍的 关于什么呢 信愿型的补充 而这两个主事大的呢 一个是杰流大师 一个是憨山大师 我不知道同学对于杰流大师熟不熟 熟 不熟 同学其实都会有一面之缘 甚至是两面之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我有秀 那个净土中13组对不对 13组当中的第10组就是杰流大师 第10组就是杰流大师 我可以跟同学报告一下13组 第一组是慧远大师 第二组善导大师 来是成员法造绍康 炎寿有名炎寿大师是第六组 然后审常 莲子大师是第八组 偶一之缘大师是第九组 第10组就是杰流大师 第10组就是杰流大师 11、12、13分别是沈安大师 策务大师跟印光大师 所以杰流大师他能够被名列于13组之一 其实也是不得了的一个组师 而这个祖师他其实在生平当中 其实有修学过天台跟行词 法华三昧 所以底下我们看到的文 其实会觉得有一点亲切 因为跟天台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 关联性 第二个是憨三大师 就是在后面的时候会介绍憨三大师的几段文 都跟愿跟行有一点点关系 那杰流大师呢 其实是清代的一个所谓的深重 清代的一个深重 那他的一个所谓的典故 我想我就不多数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跟同学说明一下杰流大师的生平 他呢其实在他的劝发真信文当中 其实有讲到 那底下的内容 那同学看到劝发真信文就可以知道 底下跟我们的起信有很大的关联 起信有很大的关联 附带讲一下 其实每一张投影片我都会秀一个什么呢 莲花图片 这个莲花图片其实会比较特别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就是看过这种莲花图片 是一位外国大师 他是一个摄影家 那他比较特别 他就是一生当中他摄影的东西就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莲花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的一个摄影是莲花 而且他每一张莲花的图片会比较不太一样 所以我稍微把它有点收集 那今天就是放了几张让同学稍微看一下 就是每一张投影片的时候 都有一个不同的莲花 那但是相信也希望同学不要分心 每张图片就看着莲花 重点是文好吗 重点是文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 宣文法的部分 宣文法的部分 好我们从第一张投影片的那个内容 开始来看起 就是念佛三妹 起来怎么样 上移 就是念佛三妹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 其实已经怎么样 起来很久了 起来很久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元祖觉起庐山 所以同学可以知道元祖是谁啊 没有错 同学很棒 就是慧远大师 而且又是在庐山嘛 对不对 然后起什么呢 在庐山解释念佛 造心连设 造心连设就是什么呢 心连设 净土连设念佛 六时进行 遂成什么呢 千古方规 在日夜 昼夜六时当中 怎么样 清静的行持 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法 是一个什么呢 千古以来的一个准则 虽约呢 功高益行 但是呢 末世的行人怎么样 喊惑灵验 就是有这样子容易的 的一个行持法门 但是真正 可以得到灵验的 不多 同学说有啊 很多啊 不是有很多往生级吗 不多哦 你看真正念佛的 有几万 几千 几万 几百万 几千万的人 这么多 才那么几个 所以其实相比之下是不多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良由信愿不专 未能够怎么样 倒其善行 已呢 要归净土也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原因 所以底下呢 其实就是吉留大师 要我们讲的是信愿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内容 那 主要是从信开始 主要是从信开始 而自己的信 同学倒可以去对比 偶一字旭大师 明体中药的中 不是有信愿型吗 信有什么呢 有六个内容 对不对 字他 因果 事理 非常好 同学都有记起来 考试都会考一百分 好 这个就是有关那个信的部分 而这边呢 其实讲到信的部分 其实会更简单跟二要 就是三个 然后我们看底下 今呢 既广妖善吕 同修静音 若非审地发心 怎么会怎么样呢 怎么会知道出谷的要道呢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要好好的仔细检查 我们的发心是什么 所以凡我同仁与私法会者 一定要具什么呢 真实的信心 有没有真实的信心 其实怎么样 这个点 就会导致于你底下所做的修的功德 它的一个果报所呈现的有绝大的差别 这个叫什么呢 世间善人跟初世间之法 的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这个是什么呢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是不是有真信呢 其实那个取决于会导致于没有真信就是世间上人 所以可能表面上你是念佛 你在持灾 你行放生业 你修很多的福报 那么呢 你没有真信 那不好意思 你所得到的只是怎么样 有漏的福报 而这个有乐的福报呢 报生哪边呢 善畜受乐 善畜受乐就是什么呢 你可能升天上 或者是你可能再一次来的时候 你升的一个所谓的家 可能会那个有比较高的富贵啊 或者是权位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阶级 比较高的阶级 当受乐的时候呢 急造业 急造业以呢 一定会堕苦 有时候其实 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什么呢 轮回你知道吗 就是你赔福报嘛 对不对 然后你来世 其实你是生于比较富贵的人家 那比较富贵的人家 或者是比较地位高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阶级的时候 你呢 受乐的同时 会更容易造业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写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我相信其实也不用我们太多 太过多多的一个说明 我相信我们眼睁睁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 现在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那个所谓的权力越高 或者是你更加的一个富贵的时候 你吃荤的啊 你杀身啊 有没有 你做一个所谓的盈役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业啊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作为更加的轻而易举 所以造业是不是更快 当造业快的时候 我们这一生很好 下一生怎么样 下一生就怎么样 很可怕 很苦了 所以底下呢 其实就是基罗大师才会跟我们说 正眼光之 就是叫他一产题 还有詹陀螺怎么样 只差一步啊 就是你现在受乐 下一步其实就跟他们一样啊 就是堕怎么样 无间地狱 的这样子的一个国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怎么样 是非常非常不真实的 非常非常的不真实的 好 那既然基罗大师跟我们讲说 信心不真嘛 对不对 然后没有真信 那请问一下 什么是真信 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重点的一个开示 重点的开示 所谓的真信 信什么呢 第一个 要信什么呢 信佛众生相无差别 也就是什么呢 我就是众生 我就是佛 佛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我就是心内 佛心内的众生 而佛就是我心内的佛 这样子 来我看 我呢 是未成之佛 而弥陀呢 是已成的一个佛 但是我跟佛呢 怎么样 决性是没有不一样的 决性无二 我呢 虽然是昏迷倒霍 然后 那个所谓的决性呢 是没有怎么样 没有失去过 没有失去过 未成失 我虽然是积节轮转 但是呢 决性未曾怎么样 撼动过 决性就是在那边 决性就是在那边 故曰呢 莫清未悟 一念回光怎么样 辨同本德 辨同本德 也说其实后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迷惑反复的一个众生 我们的决性在的 那为什么我们是凡夫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一念回光啊 但我们一念怎么样 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本性 返本还原的时候 我们就是佛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要跟我们讲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怎么样 以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心 佛众生 众生无差别的决性 要怎么样 往前走 往佛道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阶位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路程这个地方走 好 这是第一个 信得心佛众生 相无差别 信佛众生 相无差别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要信什么呢 虽然 我跟佛是一样的 但是 佛还是佛 我还是佛 我 对不对 所以次呢 要信得我呢 其实跟佛有什么呢 六级的差别 里级明子习 对不对 相似 关系相似 纷争跟究竟 对不对 所以我呢 其实阶段只是在理性佛 跟明子佛而已 而呢 弥陀佛呢 是在究竟佛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国位阶段 所以 本性 决性 虽然是 不二的 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地位 皆位怎么样 天差地别 天差地别 所以如果呢 不专念彼佛的时候呢 求生彼国 那么这个一定会怎么样 随夜流转 受苦无量 所以前面是要跟我们讲怎么样 有信心 这里是要跟我们讲怎么样呢 要修行 要修行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 我们前面跟这里 两个重点 必须要去怎么样 知道的地方 所谓的法身流转五道 这个呢 不明为佛 这个指示什么呢 指示众生 指示众生 这个就是有关第二性的 这一个部分 而这个第二性呢 其实就是很典型 从天台的六集 这个地方怎么样 来做一个所谓的说明 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 要知道我们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我即是佛 那佛呢 即是我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说明 跟解说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佛还是要怎么样 要去修行的 要去修行的 这个是释心说佛 然后这个呢 是释心怎么样 释心释佛是第一个 这边呢 是释心什么呢 做佛是第二个 释心做佛 要怎么样成就佛道 就要修行 就要修行 次呢 怎么样 要信德 我呢 虽然是葬身业重 然后久居在所谓 娑婆世界的这个苦欲啊 然后呢 是弥陀心内的这一个众生 那阿弥陀佛呢 虽然是万德庄严 远在十万亿叉之外 是呢 我内心的这一个佛 佛跟众生是心性无二的 而这个心性无二呢 是感应道交 会感应道交 我呢 知苦切 必能够感 而呢 佛的这一个慈悲 也能够印 而这个感跟印的状态 如同什么呢 如同磁石 然后吸铁斑 这个是怎么样 无法去怀疑的 无法去怀疑的 那相信底下的这一个 如此吸铁啊 或者是什么呢 水乳交融 这个都是所谓感应道交的 这一个所谓的 那个避欲显示 避欲显示 所以底下的 所谓的意念佛 意念佛的这一个方法 或者是状态 是什么呢 如母义子 这个如母义子 其实就我们在 在弥陀金药节也怎么样 有提到过 就是把佛呢 其实就怎么样 当做是母亲一样的 一个所谓的意念 因为母亲对于儿子 对孩子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前提之下 而给予孩子怎么样 所有的爱跟光怀 所以我们如同怎么样 佛陀也是一样是如此 可以当做我们的依靠 当做我们的依靠 所以子若义母的时候 如母义时 所以当孩子想念母亲 母亲会感应到对不对 所以母亲也会想念孩子 所以母子立身 不相怎么样 为怨 不相为怨 所以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怎么样 一定会见佛 去佛不远 去佛不远 所以第三个 其实是在谈到什么呢 我们佛跟众生之间的一个 所谓的感应道教 感应道教 而这个其实是在讲 那一个所谓的感应道教的方法 是意念佛 意念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方法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是属于第三个 第三个 据如上真信者 虽然是一毫之善 然后一成之福 这个都可以怎么样呢 回向西方庄严净土 回向西方庄严净土 所以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在所谓的课程当中 其实有跟同学提到过 所以我们任何一点一滴的这个善 还有佛 都可以怎么样呢 回向西方庄严净土 然后把这个善呢 可以积累这个功德 所以一毫之善一成之福有很多 我们念佛其实就是制一 念佛就是制一 那此外 其实我们其他的 持栽秉戒 还有呢 放生不失 还有呢 独送大圣 以及呢 供养三报 种种的善行呢 都可以怎么样 充足 我们净土的资粮 所以这个资粮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什么呢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粮草啊 才有办法去支住我们 往生净土的这样子的一个要因 这样子的一个要因 所以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行持 我觉得怎么样 可以好好的去把它记起来 好好的把它去记起来 而这一个呢 其实也促使我们对于善法的修持 善法的修持 那这个善法的修持 其实像这边所说的 丙摘 那个持戒丙摘啊 还有放生不失啊 或者是独送大圣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 可以做的部分 而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怎么样 是很殊胜的 很殊胜的 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点点滴滴 当做 都当做是我们可以往生净土的 这样子的一个资粮 而呢 来累积 而来累积 为呢其兴处不争 遂乃伦于有肉之法 有肉之法 所以呢 今修行别无要素 别无要素 没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 在这样子的一个持名佛号 二六十当中怎么样 加持三种真性 加持三种真性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相信 怎么样 我们有跟佛一样的什么呢 决性 就是视心视佛嘛 对不对 第二个相信呢 就是我们跟佛 虽然是有一样的决性 但是佛还是佛啊 对不对 我们凡夫还是凡夫 所以还是一样 就是要在修行这个地方怎么样 加把劲 就是前面是视心视佛 对不对 第二个是视心做佛 视心做佛 第三个呢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知道 就是我是业障深重的一个众生啊 但是我呢 是弥陀心内的众生 对不对 而弥陀呢 是我心内的佛 而我跟佛怎么样 是感应到水乳交融的 如此稀铁般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应 这样子的一个感应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是什么呢 如子异母般 如子异母般 而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应 这样子的一个相应 所以在那个二六十中 加这三种真性 那么我们的一切行持 就怎么样 就会公不堂倦 无妨改策 就公不堂倦 一切的行持 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会怎么样 就会累积 乃至呢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好底下我们来看 今时呢 敬业学人 中日念佛 然后忏罪发愿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一个写照 我们的这一个写照 但是呢 西方上遥 往生怎么样 不保 那 原因是什么呢 无他 因为我们的爱装未拔 还有呢 勤懒怎么样 有老的一个缘故 有老的这样子的一个缘故 我们的怎么样 就是我们任何的一个行持当中 都有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爱念在 贪爱在 贪爱在 这个呢 爱呢 其实我们说爱不是我们所说的情爱而已 不是我们的情爱而已 其实爱呢 其实还有包括我们其实 除了夫妻之外 我们底下有夫妻 还有什么呢 我们对儿子 对家人的这一个所谓的情的牵测 还有呢 我们对于家产财产 还有我们的什么呢 公民富贵 还有呢 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所有的设备 这个全部都是 都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所缘 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事故 而这边呢 的这个爱 也变成说我们在这一个所谓的 说婆世界 留恋没有办法离开的很大很大的原因 这个其实是要对自己很诚实的去问自己的心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爱妆未拔 爱妆未拔 而这个呢 其实要怎么样 要去好好的去处理 好好的去处理 有时候其实这一个所谓的情爱的部分呢 其实是要好好的去寝思 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 爱不重不生什么呢 说婆 所以在这里的一个所谓的情爱 的一个兼职处理 必须要去好好的去把它放下 好好的把它去放下 所以为什么叫情染 怎么样 有老的一个所谓的缘故 这个染其实就很像什么呢 船有没有 不是有一条绳子对不对 要把那个船把它牵到岸边 把它绑起来对不对 这个染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好像那个船一样 而这个船就好像我们这个情 这个染就很像我们这个情一样 牵扯着我们说婆世界 没有办法去离开的 这一个很大的要素 很大的要素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情染是什么呢 我们的情染是什么 我们很多认识的师姐们 情染是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情染是什么呢 在这边一直放不下 一直放不下 我记得祖师大师 祖师大德当中有一个 他放不下的是他的波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记 还没有记得那个典故 那个是 那个波其实让他怎么样 让他放不下差一点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解脱 没有办法去解脱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尤其是在人往生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说是你牵扯 你可不可以怎么样 如果说你是一个修行 就是净土法门的人 这个就变成是你可不可以往生的 一个决定要素 而有时候其实很多人 其实在所谓的弥留之际 就是有那个所谓的情染 就是很就是抓他 其实一直放不了的那个因素 他不敢说 所以旁边的人有时候知道的 会帮他解除 帮他解决 那如果说一直没有办法 帮他解决的 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自己本身就要想办法 尤其是我们自己本身修行者 修持者 在这个地方 要非常非常的 要去自觉 要去自觉 要不然有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就没有办法去过关 没有办法去过关 这个是梅港 同学要知道 要知道 有时候修行 其实要在这个地方 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所谓的检释 检释 好这个是有关那个所谓的 那个这里 这里呢也是一样 是我们那个 那个吉留大师 所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开示 这一段的开示 是他呢 为另外一个居士 的一个问题 所做回复的其中一段 其中一段 所以呢 他把这里呢 对于有关说婆世界 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来做修持 我觉得这一段 其实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的得意 也很贴切跟写实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 说婆世界的恩爱呢 那这种恩爱 其实还包括很多层面 要把它视如绝辣 绝辣 什么是绝辣 就是我们在咬那个辣的时候 是怎么样 没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的 我们就是怎么样 喜欢有味道的情跟爱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被这一个 所谓的情跟爱所绑住 所以呢 我们要渐渐把它 这种恩爱 视如绝辣 把它看作怎么样 是很平淡的 他就是如此而已啊 他就是世间当中的 一个怎么样 一个泡沫的起现 不能够撼动我们怎么样 我们羞耻的功夫哦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来看待我们 说婆世界的一切的时候 所以不管是盲闲动静 或者是苦乐游喜 那么就靠着一句佛号 就这句佛号 这句佛号要怎么样 要很稳定 要很坚固 如什么呢 如须弥三 如须弥三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佛号 把持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切静缘 就没有办法可以动摇我们 或是自觉脾械 或是现前的时候 就是我们念佛念到 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有比较疲劳的时候 比较松懈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状态出现 就是我们的烦恼 或者是迷惑 会现前 会现前 那这个要有功夫啊 当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 奋起一念 而这一念呢 其实就很像什么呢 以天常见 所以其实在佛经当中 见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智慧 要干嘛 对 非常好 同学非常有智慧 这个见就是要断烦恼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佛号其实就很像见 这时候烦恼现前 就是要我们怎么样 把这一个佛号 把那个烦恼断除掉 所以使烦恼魔君怎么样 逃窜无地 逃窜无地 所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佛号等于说 就是修止观的意思 不用再等到观照 因为佛号其实就怎么样 代替观怎么样 可以破我们的烦恼 扶我们的烦恼 或者是断我们的烦恼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功用 好 那一如呢 鸿如蒙火 是无始的一个情势 可以怎么样呢 消利无虞 消利无虞 有这两种的一个比喻 可以让我们去理解 让我们去理解 那辞职佛号的时候 要有坚决 跟决定的坚定之心 坚定之心 所以此人呢 虽然现处于五左之乡 这个时候怎么样 已经浑身可以坐在莲花果里 那何代弥陀受守 然后观音劝驾呢 就是何代阿弥陀佛跟观世音怎么样 接应 因为而呢使性其怎么样 往生 如果你的用功能够用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那么其实怎么样 感宝可以怎么样 往生 感宝可以往生 而这个阶段要多久 看个人 看个人 因为其实我一直在劝同学怎么样 要订课对不对 而这个订课怎么样 订的怎么样 很怎么样 很短很小 就是一天一千生 十分钟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所谓的功夫 但是要累积 累积之后其实他就有什么样 他就有力量 你看一般念佛人 一般 其实他们的订课是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而这个订课 其实目标是要干嘛 你知道 要一心不乱 要一心不乱 而这个四个小时 其实是不是一天两天 是 变成说是每天 每天 其实如果看祖师大德 有时候会起到一个蛮大的一个所谓的警醒作用 就是像偶一字巨大师 你如果看他的传记 他一开口的那个咒语或者是佛号 都是上万的 上万就是一开口一天 一开口就是两万三万五万十万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佛号的用功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很薄弱 那我们是要效法 我们要效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加强 但是不要硬怎么样 硬根啊 就是从最浅的十分钟开始加加加这样子 那加上去的时候 其实就会把我们的念佛功夫怎么样 往上提升 往上提升 这个不是在听故事 同学知道 要怎么样 要变成我们真正羞耻的功夫 羞耻的功夫 以上其实就是节流大师 节流大师为我们开示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 而呢底下呢 那个黄念祖老居士 所取的是憨山大师的 的这样子的一个文 憨山大师的这个文 其实刚刚好是这两个 而呢节流大师在出生之前呢 他父亲 其实也刚好梦到憨山大师到他家门口 而那一天就是节流大师出生的时候 然后呢 节流大师的父亲跟憨山大师又是好朋友 所以这个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因缘 我觉得还是一样是很奇妙的 很奇妙 那我不知道同学认不认识憨山大师 总之他是明末四大师之一 明末四大师之一 也是一样是很用明的一位祖师大德 而明末四大师都是念佛法门的 都是修持念佛法门的 那我们看一下憨山大师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所看的这个内容呢 都跟性有关系 对不对就是起性嘛对不对 那底下呢 其实会跟性还有怨会有一点点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样子看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性怨型的这样子的一个 行持上的连贯 行持上的连贯 而呢像刚刚那个节流大师的开示 我相信同学对于性啊 会不会觉得更简单 我说比起阿弥陀金要解 因为那种所谓的三个要素啊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其实会觉得更简单对不对 然后对于那个所谓的内容啊 更加能够掌握 更加能够掌握 好我们看这个所谓的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说呢 既呢不知道生死之根 则呢念佛一边念 生死根儿子听长 这个觉得讲的实在是什么呢 太好了对不对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 他念佛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 一边念 为什么生死根子听长 同学知道吗 因为一边念贪嗔痴一起起来 这个叫生死根子听长 所以这样子跟念佛的真正作用 其实没有达到完全的发挥 或者是正向的发挥 因为你的情爱心一直没有断啊 一直没有断 虽然是有人其实一边念佛 称心是怎么样不断的 称心是不断的 那种状态其实就是可以看到 其实世间人有时候其实 称心没有办法去发泄的时候 就闷在里面 而这个时候念佛的这个佛号的佛 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内心 他只能够增长 而这个增长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生死根这个地方 落下根 落下根 所以如此念佛呢 跟生死怎么样 两不相干 跟生死两不相干 所以这等任你如何念 念到灵命中的时候呢 只会看到什么呢 生死爱根献钱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才知道佛全部不得力 但是不得力不打紧啊 他还会念佛没有灵验 所以这个时候就完全完全 真的是很可惜 把修行怎么样背道而驰 就是那一种所谓的 在心上用功下手的 这一个所谓的方针 他完全用错了 完全没有用心去做修行的功夫 只是在嘴巴上怎么样 用功而已 只在嘴巴上用功而已 所以汉山大士的这段开示 我会觉得更加浅白 而且会更加让我们知道 用功的真结点在哪边 对不对 真结点在哪边 所以 故呢 劝念佛人 第一 要知道什么呢 为生死心切 生死心切 什么叫生死心切 叫做碰念生死 就是要知道什么呢 生死这个课题是怎么样 是很严重的 是我们必须怎么样 在今生最主要要去处理的课题 这个叫做生死心切 所以要断呢 生死心切 要痛念生死 这个时候呢 要在生死的根株上 念念掌断 念念掌断 同学要知道 断断是要念念的 念念的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佛号 其实一句一句佛号 其实要怎么样 要一念一念的跟着在我们的念头上 跟着在我们的念头上 所以这里呢 能够以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念佛的时候 每一念都是什么呢 了生死的时刻 了生死的时刻 这个有没有很切实很写实 有没有很受用 我觉得非常非常受用 其实说真的 其实现在很多学佛人 其实没有真正达到学佛的目的 或者是作用力不大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个 就是生死怎么样不够心切 反正生死离我们很远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但是如果看到这次的疫情 死了那么多人 我会觉得真的人命无常的 那一个所谓的什么时候要往生 完全都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那个无常感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对于修行上 会有一些比较那一个所谓的 心切切要 觉得必须要马上去修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 这样子的一个心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去 知道的部分 知道的这个部分 底下呢 第一个是要为生死心切 对不对 生死 当我们的生死心不切的时候 当没有痛念生死的时候 什么叫做念佛成片 什么叫做念佛成片 什么叫念佛成片 成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整片都是念佛的 那同学什么叫整片都是念佛 可以 记念相继也可以 原则上 其实我们念佛 其实有分很多阶段 就好像我们修行怎么样 有生跟浅 一般其实我们开始在念佛 就是什么呢 口念 要不然就默念 对不对 之后呢 渐渐的提升 我们的念佛会比较专注 对不对 专注之后呢 其实我们渐渐会知道 我们口念 我们心怎么样 也会念 口念 或者心会听啊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念佛 有点定力了 有点定力了 之后呢 渐渐的 我们不用口念 我们心会念耶 心念我们心 会知道我们心在念 这个叫心念心听 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 它是什么呢 持续的 心念我们不用我们嘴巴动嘛 也不用我们嘴巴念对不对 在心呢 这样子的一个念 心也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持续念佛状态当中 这个叫做什么呢 没有间断 而这种没有间断 它会维持什么呢 维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间断嘛 那你看哦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时间 是不是一片的 这个叫做念佛成片 要不要有功夫 要 所以不要把那个念佛当作 当作说 一天就念个几身佛 这个叫做念佛法门 没有它有深度的 它有深度可以达到这样 那同学会问说 请问一下 这样是不是一心不乱 还不到 或者说一心不乱 可以是这个状态 因为它还没有处理到 还没有说到那一个 可以断见识而获 就是这个时候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怎么样 会不会去被烦恼所遭感 或者是所感染 或者是所动摇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要看你这个念佛成片 的这一个状态 可以维持到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而这个念佛成片 可不可以再上去 可以的 可以再上去 看可不可以到那个一心念佛 或者是里一心念佛的一个阶段 里一心念佛的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 修行的功夫 所以不要把念佛想成怎么样 很肤浅 很肤浅 在这边就是可以让我们去 下手用功的时候 下手用功的时候 且众生无量节来 念念妄想 然后呢 情根故弊 情根故弊 即今生出世 合成一念 痛未生时呢 日用念念寻情 未常反省 未常反省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众生其实在 每一念念佛当中 一般的人念佛 大概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就会遇到老菩萨 他们在念佛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 大部分是为了儿女 大部分是为了儿女 放不下啊 我走了 我那个儿女怎么办 每一念其实都是在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六道轮回当中流转 未常反省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去怎么样 觉醒觉悟 没有去觉醒觉悟 所以希望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 要怎么样 好好的去真的了然大悟 我们是不是就是如此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以这样子的一个心 来念佛的时候 必须要说 它是很浅薄的 以功夫论来讲 就是你念佛的功夫来看的时候 他的那一个功夫 如果说念念寻情 就是非常非常的粗浅 非常非常的粗浅 那在这里如何去生根 如何去在我们的功夫扎实 真的是要下功夫 真的是要下功夫 好来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最后一章 今呢欲以虚浮的信心 然后呢要断多结的一个生食啊 那所谓的滴水就积心之火 岂有势力 就是你杯水之心啊 只有一杯水 你要怎么样 就这样子的一个大火的一个火宅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 如果是充满的 那个所谓的 未断的一个情爱的时候 那个功德大概 功德力大概就只有一杯水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 是很浅薄的 这个叫做虚浮信心 这个叫做虚浮信心 那这样子呢 这个叫做滴水 就所谓的积心之火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若果为生死心切 念念若就投软的时候 那只恐一失人心呢 百结难复 百结难复 所以如果说 那那个所谓的 以虚浮的信心 然后呢 那个所谓的 要就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百结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时候 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要怎么办呢 那要怎么办呢 要将此呢 一生的怎么样佛咬定 然后呢 一定要怎么样 敌过我们的 无始节的妄想 无始节的妄想 一切的一个处念 一切处 然后念念现前 一切处念念现前 不被我们的妄想 把它遮蔽掉 不被妄想遮障 如此呢 下苦切的一个功夫 久久存熟 自然会相应 自然会相应 如此不求成片 而呢 自成一片 而自成一片 所以自成一片的 这一个所谓的 成片的功夫 刚刚有跟同学 稍微做一个解释 对不对 以这样子的一个 下苦功夫 痛切下苦功夫的时候 一定会有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那个功夫累积的 一定会有功夫累积的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功夫累积呢 会早晚会怎么样 会成就念佛 成片的一个功夫 而成片的功夫 很快就可以达到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这个就是有关 汉山大师 其实就是在教我们 有关念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补充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要点 我觉得这个要点 都很怎么样 都很核心 都很核心 包括对于信心 的不要这么的虚浮 以及对于生死 的这个根 怎么样要断除 情爱的根 要断除的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说明的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刚好是切到我们的怎么样 众生的要点 切到我们众生的要点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补充 我的 其实为同学所做的补充 那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补充 其实这么快就怎么样 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虽然是有时间 不过还是一样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段落 因为毕竟今天是一个 这一个这一部论当中的一个 所谓的最后一门课 最后一门课 所以在这里 其实就是告一个段落 告一个段落 先讲一下 我们下一周 下一周还是一样 我没有要休息 就是以往其实大部分 一门课之后 我大概会休息一个礼拜 下一周就接着进入我们的 那个所谓的观金树 观金树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继续听 继续听有关我们观金树 一样 这个观金树还是在谈 有关净土法门的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但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内涵 因为观金树 其实是观无量寿经 跟我们的观是有一点关联的 什么观 就是天台的教官的观 天台教官的观 所以那个观金树 其实会比所谓的阿弥陀经要解 会更多的教理 会更多的教理 然后在所谓的实践上 其实会比较不是那么的 就是简单 就是称名念佛 没有 会讲到有关官法的部分 官法的部分 我稍微看了一下 那个观金树 单单讲到五重悬议的内容 几乎其实就已经占了快要一半了 大概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知道 其实在五重悬议的部分 就是天台 天台其实在讲到一部金的时候 那个五重悬议内涵的阐述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内容其实也是一样是跟天台的交易 有很大很大的关联 所以能够到就是每一部 其实我们能够全部都已经就是掌握 经典所要知道的一个所谓的内容之后 或者是看完有关天台祖师所做的 那个所谓的经典的一个所谓的注释之后 不妨再回头来看五重悬议的部分 我相信其实对于这一部经当中 佛陀所要说明的 那个核心的一个所谓的价值 或者是核心的一个要义 会更加清楚 我问同学一个问题 像我们上法华文句嘛对不对 他是解释什么呢 法华经 请问一下法华文句 为什么没有五重悬议 为什么 因为五重悬议在法华悬议 因为五重悬议在法华悬议 所以单单法华经 其实智者大师花了两大部的论注来去做诠释 两大部的论注来做诠释 也就是说其实五重悬议主要是在讲 那个民体中用教嘛对不对 法华悬议的民体中用教的名字啊 就占了大部分嘛对不对 同学已经忘记法华悬议师在讲什么了 就在讲庙法联华经的这几个字 而这几个字呢 那智者大师就用纯天台的叛教教义 来做一个阐述 而呢最主要的是那一个庙字 九旬谈庙嘛对不对 所以那个庙字 那个智者大师发挥到淋漓尽致 把就是有关法的那个庙啊 的这一个所谓的做一个解释做到最大最大的一个发挥 所以那个五重悬议的法华经是在法华悬议里面发挥 而呢 法华经的内容的阐述是在法华文句 法华文句 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个课程的排定是先法华悬议嘛对不对 再法华文句 在法华文句 而这边呢也是一样啊 一开始一样是在讲五重悬议 对不对 然后之后再讲经典的内容 所以五重悬议其实我们看完之后 再进入经典的内文 会更加的快 因为比较能够掌握 其实那个经典佛陀要为我们阐述的意思 当然也要配合天台的教理 配合天台的教理 这样子的话会更清楚 更清楚 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带过之后呢 其实那个再进入那个经典 我相信其实是会更加快速 那观金术的部分 其实会牵扯到三四个朝代 我会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也是我会那个就是 选观金术的这一部论著来做课程的安排的原因也是如此 第一个观金术是智耳大师所做的嘛 对不对 第二个其实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庙中操 庙中操是什么呢 宋代之礼大师所做的解释 第三个 除了庙中操之外 里面有什么呢 有那个民国初年地贤大师所做的整理 就是庙中操蛮长的 那地贤大师把他做一个摘要的一个整理 所以他其实扣紧了整个天台的智耳大师 智里大师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地贤法师 的这样子的一个朝代 那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有一点统瓜 我们天台从智耳大师一直到现代 的这样子的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内涵 我想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属于我想要去就是 让同学或者是我们想要去 我想要去做一个就是 占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全部都带完之后 在进入所谓的摩合止观的时候 我会觉得会更加怎么样 会更加顺手 因为第一个就是有教理的基础 有观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了 这时候观不管说是我们用止观的观 或者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观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都还可以蛮容易去切入的 蛮容易去切入的 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那个摩合止观 又是一个整个那个所谓的教跟观 整个的统合 那我想这样子的话 要面对如此大布头的这样子的一个 摩合止观的时候 会更加的会容易一些些 会容易一些些 我不知道同学对摩合止观有没有 会觉得好像很深很难的感觉 确实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想要 真的要去那个 有想要听摩合止观的同学 要先有一点点预备的心态 我要读一个大部论 要读一个大部论 好大概就是今天 为同学就是跟同学讲到这个地方 最后其实我想还是来做一个回向 回向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就提早下课 那同学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回向文 先看回向文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回向 就是原则上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 弥陀要解的这个课程 一开始的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听文呢 其实我们就怎么样累积那个听文的功德在里面 换句话说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波罗蜜 所以有没有功德 绝对是有 甚而其实我们在听 这一个课程总共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三个月的时间呢 每一堂课 甚至在累积在我们阿赖也是的 这一个所谓的听文的一个种子 它的一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功德呢 回向给弟子某某 那当呢 其实我们念到回向给弟子某某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念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回向给 那我就不念了 那同学就自己念自己的名称 之后呢 我就是写智慧真上根 善根真章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可以 同学可以自己再加自己本身的 想要回向的在内心 除此之外 我是希望 除了回向给我们自己之外呢 我还是希望能够将此功德 就是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因为才是我们的心量嘛 对不对 我们有功德 我们当然要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让我们的功德能够普遍增长 那这个呢 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随喜 随喜这份功德啊 对不对 然后同获此文法的这一个功德 而呢 共向菩提 共向菩提 那除此之外呢 我是希望再回向 就是我们一般通用的记子 通用的记子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然后呢 我跟众生都可以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 好这个就是有关今天的一个回向文 好那同学请合掌 愿将听闻弥陀要解的所有功德 回向给智慧增长 上根增长 并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随喜 同获此文法之功德 共向菩提 再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downtown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